他打爛了一些東西 他衝回公司脫口罩 問題就是 有一個萬年考的女生 她很受歡迎 很受同學師生歡迎 人緣很好 有一次大家幫她辦生日會 她就許願了 說希望我有一次可以獲得100分 聽完這個許願之後 那個班長 考第一的班長 就說暗地裡下令決心 想幫她 令她可以考100分 但到最後出來的結果 這個女生包尾那個 依然只有0分 為甚麼呢 因為那次考的題目 就是要有包尾所起 最低分那個是第一 不是 除了班長之外 還要幫她 是 我個人都通水給她 但是她是濃的 聽不到 她是不行的 不是 這不是一間特殊學校 試圈 調轉了 是 調轉了那份子卷 那接著又怎樣 不斷地 每個人都跟她交換子卷 交換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 都是她那張寧真的子卷 99% 是呀 99% 老師幫她是否變了害她 是 哦 那就是 那班長幫她 交換了 是 之後老師又幫她 再交換 即交換那個 第一那個 是嗎 是 那就是 在武漢肺炎期間 小明壞了六合彩 中了頭獎 然後她自殺死了 假設是香港 假設是香港 小明她中了六合彩 現在這陣子都沒有六合彩賣 這個頭住宅刪了 所以她拿不到錢 她激到自殺死了 激 很開心啊 買很多東西 然後又去買房子 買一隻遊艇 然後就洗凸了 是嗎?我不會告訴別人 原來你會… 我一定不會告訴別人 她有沒有告訴別人 有 真的有這麼簡單? 她馬上回公司辭工 沒有了這份工 她馬上回公司辭工之後 燒了這間公司 很多打碟的人 她打爛了東西 她衝回公司脫口罩 很嚴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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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是很厲害的 是嗎?衝回公司脫口罩 因為她很懶惰 她的老闆生氣起來 撕爛了她的六合彩 那我們的故事就是 小明中了六合彩 她第一時間衝回公司 打去老闆 打完老闆之後 回家 快拔 我發現頭髮不開 我老闆遲了 打完老闆 我又花了錢 所以決定最好自殺 很好 很好 給自己掌聲 非常好 我覺得我的版本好一點 我也覺得偉哥 我版本好一點 大家是否覺得偉哥版本好一點 當然是老闆撕爛了一張飛 生氣了你 因為他已經受騾了 你算太多了